十三星要講的這個題材 其實是很在地的 很野性的 很不羈的 很自然的 很開放的 舞蹈本身給人的通常的快感印象 剛好是反過來 這些舞者受的基本訓練 可能也是芭蕾啊現代啊 就是怎麼樣把這種看似背道而馳的 一個元素 找到一個方式 把各種不同的形式串在一起 我覺得每個人對自己聲音都是害怕的 我們都有那種經驗是 把自己聲音錄下來 然後聽覺得超難聽 當然有覺得很好聽啊 那我們就不用討論 因為聲音 聲音跟身體一樣 就是每一個人只有 就是那一副就是最獨特的 只有一個是 你的聲音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不斷的鼓勵他們發出一些 他們平常 不習慣發出的聲音 我都跟他們講說 如果你今天找到了一個 你從來都沒有聽過自己 發出過的聲音的話 那你又多發現了一個 面向的你 你又多了 你又多了 好 十三聲其實是我們 顯影裡面留的最原始的一個動作 然後我覺得是很美的 我很期待看到最後每一年初的時候 然後如果這一群表演者能夠找到 越接近自己的聲音的話 我覺得那是非常美好的這件事情 勇敢的挖下去 我們要去找到那個